哈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是盟主恩手的帮助,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盟主恩手的帮助。 这次小弟被拆派到美国协助胜功三十几天,也感谢主的带领同在,也很顺利地去,顺利地回来,美国跟我们这里的时间差了十六个小时。 时间差十六个小时,所以我们这里晚上,他们那边白天,所以我们这里晚上,他们那边白天,从美国回来,到台湾三天又赶来这里,从美国回到台湾三天又赶回来香港,因为时间不同,所以有时差,因为时间不同,所以有时差,不过这几天还好,但这几天就好很多了,记得以前去两次,回来一个多礼拜, 身体状况都不太一样,感谢主这次,蛮顺利的,感谢主这次是很顺利的。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 一起来看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的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请看第六节。 七章的第六节。 《九月圣经》五百九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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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這裡談到以斯拉。 第六節,這裡談到以斯拉。 他是在百姓以斯拉被擄到巴比倫的時期裡面。 是第二位帶領以斯拉百姓能夠回來耶路撒冷城建造聖殿的人。 第二位帶領以斯拉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城建設城的人。 這裡特別談到以斯拉。 這裡特別講到以斯拉。 差遣的一個宗教的領導者,一定有他特殊的一個能力恩師在裡面。 神特別差遣的領導者一定有他的能力和恩賜在裡面。 他除了付起這個有關建造耶路撒冷城的聖殿以外。 他除了負責這個建造耶路撒冷城這個聖殿以外。 他也背負著要來恢復以斯拉百姓信仰的一種責任。 所以以斯拉記第一章到第六章就談到有關建造聖殿的過程。 所以以斯拉記第一章到第六章就講到建造聖殿。 一般說來就是一種硬體的建設。 一般講到就是這個建設。 硬體的建設。 這個教會硬體的建設。 這個硬體的建設。 這個硬體的建設。 那七章到十二章。 七章到十二章。 就談到有關信仰的這種建設。 七章到十章就講到信仰的建設。 就是講到所謂的軟體建設。 就是講到軟體的建設。 尤其他這個時間是在以色列國被魯期間和居留在耶路撒冷城的兩種百姓。 尤其是他記載兩種百姓是以色列國被魯的百姓歸回跟居留在耶路撒冷城的兩種百姓。 是被魯的百姓和居住在這個城裡面的百姓。 被魯去的百姓他們知道要開始敬畏神。 被魯去的百姓他們開始知道要敬畏神。 知道是被神刑罰。 知道是被神懲罰。 所以他們回來的信仰是非常純正的。 所以他們回來的信仰是很純正的。 但是留下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城沒有被魯走的。 他們的信仰就不純正。 但是留在耶路撒冷城的那些百姓他的信仰就不純正。 有很多外族的敵人也住在耶路撒冷城。 有很多外族的敵人也住在那個城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拉先知他的責任非常重大。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拉先知他的責任非常重大。 我們首先就看一看。 首先看一下。 除了第六節記載。 除了第六節記載以外。 第九節也同樣在記載。 第九節也記載。 也談到有關神恩手的幫助。 也都講到神恩手的幫助。 一直看到二十八節。 一直看到二十八節。 他在做見證說是因為神恩手幫助我。 他三次體驗神。 他三次體驗神。 我們首先來看第六節。 我們首先來看第六節。 這裡有特別談到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一位先知。 這裡講到他是一位很特殊的先知。 我們來看這裡記載他是一個敏捷的文士。 這裡記載他是一個敏捷的文士。 就是表達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一位神的工人。 這個文字的文字講到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工人。 雖然一樣在熱心做聖工。 雖然是熱心做聖工。 但是神給人的這種恩賜能力不同。 但是神給人的恩賜能力是不同的。 有的可以領導眾人。 有的是聽從吩咐來做事的。 有的是聽從吩咐來做事的。 所以這個敏捷是代表著一種智慧的象征。 所以這個文節是代表這個智慧的象征。 所以這是他的特色。 這裡是他的特色。 那第二個特色呢? 第二個特色。 我們來看第六節。 這裡說他通達神士摩虛的律法書。 這裡講到他是通達神所賜的律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他兩種恩賜。 這裡看到他有兩種恩賜。 一個是做事的管理的領導恩賜。 一個是做事管理的領導恩賜。 一個是熟悉神的律法的這種恩賜。 一個就是守神律法的這個恩賜。 這兩種恩賜同時存在, 就很容易可以為神多做一些事。 如果這兩種恩賜同在的話, 就很容易多為神做事。 才能夠領導眾人。 才能夠領導眾人。 所以這兩種恩賜是一個以色拉先知的特色。 如果我們有這種很願意學習的精神。 如果我們有這種很學習的精神。 我們也可以同時具備有關這兩種方面的能力恩賜。 不過這個要用心學習的。 不過這個要用心學習的。 你謙卑祷告神。 多花時間讀聖經。 多花時間讀聖經。 自自然而的,你在神的道理裡面, 聖經會漸漸地熟悉。 自自然而在神的道理裡面, 會多多認識。 至於做事的能力。 至於做事的能力。 只要肯做。 只要肯做。 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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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從事。 多從事。 你自然在做事方面, 就漸漸累積很好的經驗。 而漸漸就會在做事方面累積很多的經驗。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 這個請看第九節。 我們來看第九節。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他特別交代要歸回耶路撒冷城的一個行程動作。 我們這裡特別有講到, 他歸回耶路撒冷城的一個活程的動作。 從正月初一, 就是一月一日出發, 從巴比倫起程。 正月一日就是一月一日出發, 從巴比倫起程。 然後五月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城。 然後五月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城。 我們各從巴比倫城的行程走路到耶路撒冷城。 花了四個月。 而整個旅程就花了四個月。 這段行程不簡單。 這個行程不簡單。 不是他一個人在走。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在走。 他個人有這種心願意關心神的聖殿。 他個人有這個心來關心神的聖殿。 你自己一個人願意走也沒問題。 而這個人願意走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帶領的人很多。 但是他帶領的人很多。 不是一個人耶。 不是一個人。 最少有幾千人以上。 最少有幾千人以上。 你想想看這四個月的行程的。 住宿。 吃的。 還有整個團隊的動作。 這不容易啊。 你可以想想, 整隊團隊的做事啊。 吃的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有一天帶幾百個人坐一架飛機到別的國家玩。 如果你有一天有, 會帶幾百人坐飛機去另外一個國家玩。 你要管很多錢, 還要安排行程、住宿、旅遊的這個景點。 你要管錢啊、旅遊啊、食啊、景點啊這些事情。 但是是坐飛機耶。 帶坐飛機的。 那幾百個人要帶領不簡單啊。 要帶領這幾百人是不簡單的。 有的人很健康, 但是有的水土不服啊。 有的人很健康, 有的人水土不服。 甚至你要關懷的動作很多。 要關懷的動作很多。 那當時是用走路的。 但是當時是走路的。 所以你要自備糧食。 所以你要具備糧食。 那在走路的過程啊, 是相當的艱難的。 走路的過程相當的困難。 所以我們看到了有關行程的動向啊。 在這裡也記載得很清楚。 而有關於這個行程的動向。 這裡記載得很清楚。 他並沒有說中間路途上的一種苦難。 沒有說到中間路途上的一種苦難。 一定有。 但一定有的。 因為當時只有用走路的方式。 當時是用走路的方式。 但他都見證為盟主恩所的幫助能夠做完了。 但是他都見證是盟主恩所的幫助而限於這個路程。 那二十八節啊,第三個體驗啊。 第二十八節,第三個體驗。 他看到神的大能。 引導著他,幫助他。 他看到神的大能。 引導他,幫助他。 甚至召集了許多以色列的首領跟他一起上到耶路撒冷城要來關心建造聖殿的工作。 甚至召集了許多以色列的首領來一提。 所以跟他來的人啊,都是非常有用的人。 所以跟他來都是很有用的人。 不是來就吃飯睡覺的那種人。 不是只會來吃和睡的人。 是真的要為神的聖殿一起同工的人。 是真是為神的聖殿同工的人。 所以二十八節,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點。 所以第一十八節,我們看到另外一點。 他能夠影響別人跟他一起來關心神的工作,表示他是一個非常具有領導能力的人。 他能夠影響到其他人一起來關心神的工作。 所以看到他是一個很有領導才能的人。 二十八節,他這樣做建政。 十八節,他這樣做建政。 在王和謀士和君長的面前。 在王和謀士、君長的面前。 神施恩給他。 神施恩給他。 這個就是說他在社會和政治裡面的地位是相當有能力的。 他看到他在社會政治的地位裡面是相當有能力的。 那二十八節的下半段。 他又能夠從以色列百姓中間招聚各樣的首領跟他一起來耶路撒冷城關心神光。 他更加能夠在以色列對面招聚了一些首領跟他一起來關心神的工作。 有的人在社會上有這個能力的地位。 有的人在社會上有這個能力的地位。 但是在教會的事情上,他就不會。 在教會上的事情,他就不會了。 我們也有發現這樣的人。 我們也有發現這樣的人。 因為在教會服侍聖功,不是用社會那一套。 但是在教會服侍聖功,不是社會那一套。 要有神的靈同功。 要有神的靈同功。 要具備屬靈的權柄恩施能力。 要具備權柄和能力。 這個不是用社會那一套你就能得到了。 不是,社會那一套就能夠得到的。 但我們看到以色拉先知他具有社會和宗教的領導能力。 對,這種人很難得。 這些人很難得。 所以我們看到他在這一段行程, 他體會到了三個神的恩所幫助的經濟。 所以他在這個路程裡面, 他看到三個神同在的恩賜。 這一次在夏威夷。 這一次在夏威夷。 有一天我們就去訪問一個住在里教會一個小時路程的弟兄。 這一次我們就去到探訪一個要坐一個鐘頭車的一個路程的弟兄。 而且是開高速公路啊? 每小時一百多公里啊? 是行高速公路每小時一百多公里啊? 是行高速公路每小時一百多公里啊? 我們這裡沒有高速公路啊? 我這裡沒有高速公路啊? 我這裡沒有高速公路啊? 那個每小時一百多公里啊? 結果還是開一個小時到他的家啊? 每個小時開一百公里都還要開足一個小時才到。 這個弟兄啊是在美國監獄裡面當警察。 這個弟兄在美國裡面做警察的。 他的身高大概一九六到一六一九八公分很高。 他大概是一米九六到一米九八左右。 一到他家裡的客廳啊? 他有那個健身器材啊? 只有他那麼高的人才有辦法做那一種啊? 一到他客廳有些健身器材,只要他那麼高大呢? 才可以用這些器材? 體格很好啊? 體格很好啊? 所以我跟他說你身材這麼好啊? 所以我跟他說你身材這麼好啊? 他說有時候那個囚犯不聽話,他們還要跟他修理啊? 所以體格好比較好。 他說有時候那些囚犯不聽話,他要跟他們修理修理,所以體格比較好。 受洗以後很少來教會。 但是他受洗之後很少來教會。 不來就兩年了。 沒有,來了大約兩年了。 後來跟他談談。 還是要回來教會啊? 他說很少來教會。 在美國當警察,薪水滿高的。 在美國當警察,薪水滿高的。 政府的工作薪水不錯。 因為政府工作做得不錯,宣情不錯。 結果他有聽進去啊? 隔一天晚上就來教會參加聚會。 隔一晚他就來參加教會的聚會。 他們在教會的聚會是一三五晚上都有。 他們教會的聚會是星期一三五晚上都有。 然後禮拜六整天。 夏威夷教會都是夏威夷族的美國人。 所以體格很大。 所以體格好大。 比我高比我矮的都是很胖。 比我高比我矮的都好大隻,比我肥。 他很有心。 太太是晚上上班。 他晚上自己開車帶四個小孩。 他夜晚開車和四個小孩。 最小的兩歲。 最小的兩歲。 然後最大的大概國小一年級還是二年級。 大概是小學一年級兩年級。 一個男生可以帶四個孩子來教會聚會。 一個男生帶四個小孩來教會聚會。 所以不來聚會,所以要雇一個小孩那個是騙人的。 我看到他很有心。 他的孩子都坐在他旁邊。 小的將近兩歲。 那麼小。 一個男人照顧自己的小孩。 最小的兩歲。 一個男人照顧這麼多小孩子。 第二次晚上他來的時候。 第二次晚上他再來的時候。 特別到前面禱告。 去到前面禱告。 一按手他就得到寶貴的聖靈。 一按手他就得到寶貴的聖靈。 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有神的靈。 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有神的靈。 就喜歡接近神。 就喜歡接近神。 喜歡聽道理。 也喜歡聽道理。 他本來說以前來打課睡不想聽,所以就不來了。 我家裡又有一點事情。 家裡又有事。 那這個時候來他感覺都不同了。 這次來他又感覺了不同了。 得到神的靈的幫助。 得到神的靈的幫助。 自己這樣告訴我。 他這樣跟我說。 我從今後要常常來禮拜。 我之後要常常來守禮拜。 我說你家裡那麼遠一個小時。 我說你家裡那麼遠,要一個多小時。 他說這個不是問題。 他說這個不是問題。 住的地方不是距離。 過去我不來是我的心裡很遠。 跟教會跟神很遠。 過去我不來是因為心跟教會跟神很遠。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很有道理。 我覺得他講這個話很有道理。 就算你家裡住教會隔壁。 你心裡跟神、教會很遠。 你也不來。 就算你住在教會附近, 但你的心跟神距離很遠。 你有心親近教會、親近神。 你住在遠還是來? 你有心親近神、親近教會。 就算你住好遠,你也會來。 有一次我到那個北加州聖河西教會學住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新澤西。 北加州啊? North California。 北加州那個教會的時候。 有一間教會叫聖河西。 那個教會叫聖河西教會。 那有一個姐妹啊? 她跟我聊啊? 有一個姐妹啊? 她跟我聊啊? 我問她你住在哪裡? 我問她你住在哪裡? 我問她住在哪裡? 她就講那個地方我也不知道。 她說的地方我都不認識。 後來我問你一趟要多久啊? 她說我問她來這次要多久啊? 我一趟開車三個半小時。 我每次開車要三個半小時。 所以她很早啊,就要開車來。 所以她很早就開車來。 禮拜六一天聚會完。 再開三個半小時的車回去。 那這段路都是高速公路啊? 所以每小時一百多公里啊? 都是行高速公路啊? 我看香港沒有那麼遠的地方啊。 到新界也沒有那麼遠啊。 但是你要知道是那份用心。 所以她說她每個禮拜最期待的就是要來教會。 跟主耶穌見面。 所以她每個禮拜最期待就是來到教會跟主耶穌見面。 美國地方好大。 美國地方好大。 他們聚會啊真的是非常用心參加。 他們聚會真的很用心去參加。 所以你會看到她來真的是用心到主面前。 他們來是很有熱心去主面前。 所以我就覺得神比較會看顧這樣的人。 所以神比較會看顧這些人。 雖然我們在這裡工作忙。 我們在這裡工作很忙。 但是有些時間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安排。 但是有些時間你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安排。 如果有一天你的生命出現危機。 這個時候你會考量是你要工作呢? 還是你要把生命留住呢? 我這份用心啊。 你知道神也知道。 這份用心是神知道。 你也知道。 那一位在建立當警察的弟兄。 在監獄裏面做警察的弟兄。 他是效益民族的人。 他是夏威夷民族的人。 他用心再一次回來的時候。 神給他聖明了。 用心再次回來教會的時候。 神賜給他保護的聖靈。 所以他也體會到神用聖靈這樣的恩手來幫助他。 所以他也體會了神用這個恩手來幫助他。 整個教會好高興耶。 整個教會好開心。 因為之前啊。 教會有些人去關心。 他甚至說你們不要再來看我了。 因為之前有人去關心他。 他說你不要再來看我了。 但是我們那一次去的時候。 但是我們那一次去的時候。 跟他講聖經的道理。 一起祷告。 後來他說我會去教會。 後來他說我會去教會。 他有心來神幫助他。 有心來神就會幫助他。 我們的神啊。 他真的是看透內心的神。 我們的神真是看透內心的神。 你的用心你的付出神不會虧待。 你的用心你的付出神是不會虧待的。 神一定會伸出恩手來幫助。 神一定會伸出恩手來幫助。 我們看到以斯拉先知。 我們看到以斯拉先知。 他在巴比倫的地方聽到耶路撒冷城的這種荒涼。 他在巴比倫的地方聽到耶路撒冷食的荒涼。 聽說耶路撒冷城以色列百姓的信仰非常的軟弱。 他願意肩負這樣的責任去關懷。 他願意肩負這樣的責任去關懷。 走四個月的路。 走四個月的路。 這不簡單。 一個很有心要來關心神國的事情的人。 他願意這樣背負這種責任和困難。 只要用心去關心神的各的人。 他才會走背負這個路程。 所以接下來要談的。 所以這次接下來要談的。 就是為什麼以斯拉先知會被神的恩典來幫助。 為什麼以斯拉先知會被神的恩典來幫助。 他可以我們也可以。 為什麼他能做我們沒有辦法做呢?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做我們沒有辦法做呢? 就是差在神要不要跟你同工。 就是差在神要不要跟你同工。 建造聖殿恢復百姓的信仰不是那麼簡單。 建造聖殿恢復百姓的信仰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從以斯拉記裡面也可以看到幾點作為我們的學習。 所以我們從以斯拉記裡面都看到有幾點可以作為我們的學習。 第一點。 我們來看那個以斯拉記第七章的十節。 我們看以斯拉記的第七章第十節。 第十節。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我們在這裡看到為什麼神會跟他同工。 這裡講他立志一生要來遵守神的律法。 他在這裡立志一生要來遵守神的律法。 你既然要遵守那你要去明白他立志讀神的律法。 你進而遵守你就要來學習。 他所以一生就讀神的律法。 不單單是這樣他還來教導以色列眾百姓。 要蒙神同工。 一定要下功夫讀好聖經新作業。 你沒有神的話做基礎,你很難被神同工。 就算安排你做什麼聖功,很難看得出那個能力在哪裡。 既然要做神的兒女基督徒。 你就要做一個實實在在不主同工的這種人。 就要做一個實實在在與神同工的人。 那你做聖功神一定會跟你同在見證。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拉一個很好的恩典。 他重視神的律法並且教導人。 就是重視神的律法並且教導人。 有關這一方面我們自己可以問自己。 有關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自己問一下自己。 這個聖經從創世紀到起司錄讀了幾遍。 這個聖經由頭到尾我們讀了幾次。 你真的用心的時候。 你正在用心的時候。 其實你肯花這個時間去讀它。 但是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去用它。 那去年十月在小弟護擔台中市的一個西台中教會。 去年十月小弟負責的台灣的教會。 那我十二月底離開一二號來這裡。 我十二月底一號來到這裡。 那我過年初二才從這裡回到台灣。 我過年才在這裡回到台灣。 那有一個老弟兄八十六歲。 有一個老弟兄八十六歲。 我問他你聖經讀完了嗎? 他十月底受洗。 他十月底受洗。 然後他受洗的那一天開始就讀聖經。 八十六歲。 受洗那一天就開始讀聖經了。八十六歲。 那到十二月底他已經讀到羅馬書完畢。 十二月底他就讀完羅馬書。 我初二回去他又打電話找我。 我初二回去他打電話找我。 所以他們那幾個人就約我一次聚餐。 他幾個人就約我去聚餐。 我第一句話就問他你全部讀完了嗎? 我第一句話就問他你讀完聖經了嗎? 我讀完了。我又再從創世紀開始讀。 我讀完了一次了。 我又從創世紀開始讀。 八十六歲。 有時候我們會把我們的一些精神、智慧、力量啊。 沒有好好建造屬靈的工程。 我們有時候沒有將精神、力量好好建造神的工程。 如果你願意你那一份用心神知道了。 如果你願意你那份用心神是知道的。 那以斯拉很清楚耶。 要做神的工就是要熟悉神的律法。 要做神的工就要熟悉神的律法。 今天我們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的生活取局也要配合香港政府的一個法律規定啊。 我們生活起居也都配合政府的規定。 你這樣生活起來很自由啊。 那你生活就很自由啊。 因為你不會觸犯法律嘛。 因為你不會觸犯法律嘛。 你會做正確的事嘛。 你會做正確的事情。 那今天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耶。 今天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耶。 神的規矩,祂所要求,百姓都記載在整本聖經裡面。 神的要求,祂的規矩都記載在這本聖經裡面。 如果你知道的時候,你就不會有一些錯誤或悔改的地方。 如果你知道的時候,你就不會有些錯誤的地方,或者誤解的地方。 最可怕就是我們陷入軟弱,結果你還不知道,因為你沒有神的律規,讓你做一個標準的學習。 最可惜的就是,我們陷入了這個誤解的地方,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我們有一天,在主的面前要被接受審判, 如果我們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接受審判, 那個時候才知道來不及耶。 那個時候才知道來不及耶。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拉先知,既然要做神的功啊,祂非常清楚神的律規。 但是以色拉先知,祂既然是做神的功啊,祂既然是立志要遵守神的真理。 甚至是立志遵守神的真理。 信徒當中也有不少這種立志來遵守神真理的人。 信徒裡面也有很多立志來遵守神道理的人。 我們再來看第八章。 我們再來看第八章。 第八章的二十一節。 第八章第二十一節。 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 我們看到以色拉被神同工的一個優點。 我們看到以色拉與神同工的另外一個優點。 這裡他在亞哈瓦河邊禁食禱告。 為眾百姓和婦人孩子代道。 希望在信仰和生活上面有一個平安的道路。 希望在生活道理上有一個平安的道路。 在二十一節我們看到他個人的禱告生活。 二十三節呢? 二十三節。 這裡我們看到所有以色列百姓團體禱告的生活。 就是團體以色列百姓禱告的生活。 他自己個人做到禁食禱告的生活。 他個人做到禁食禱告的生活。 他又影響以色列百姓也做好禁食禱告的生活。 其他影響以色列百姓做好禁食禱告的生活。 所以神才感動國王甚至差派他能夠到耶路撒冷城建造聖殿。 今天我們來到教會有眾人一起禱告的時間。 今天我們來到教會有與眾人禱告的時間。 我們個人在家裡也有個人禱告的時間。 我們個人在家裡也有個人禱告的時間。 最好家裡也要有一起禱告的時間。 最好家裡也有個人禱告的時間。 不一定要很長。 不需要很長。 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都可以。 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都可以。 比你用講很多的話,要如何教導孩子才有力量。 比你用說話教導孩子更加有力量。 我們教導是本分。 我們教導是本分。 但是一起禱告求主來幫助。 這是更好的一種恩典的事情。 但是一起禱告求主是更好的恩典。 所以我們看到以色拉先知是非常重視禱告生活的人。 要做神的工作。 這項工作不能少。 要做神的工作。 這項工作。 這項禱告是不少的。 在夏威夷教會。 有一個女執事。 有一個女執事。 她是教會的主席。 她是教會的主席。 主席。 主席。 我六年前去的時候,她不是很愛禱告。 我六年前去的時候,她不喜歡禱告。 我事先知道她不太愛禱告。 我知道她不太愛禱告。 女執事。 怎麼按的我就不懂。 怎麼按納的我就不知道。 不愛禱告的還被按指示。 不喜歡禱告的執事。 怎麼會被按納呢? 她喜歡拿這個搖鈴啊。 放在後面。 她喜歡把這個鈴呢。 就放在後面。 我聽一個美國傳道這樣講。 我聽過一個傳道。 她去那邊協助。 明明宣布要禱告15分鐘。 她去那邊協助工作。 明明要宣布禱告15分鐘。 但是那個女執事就在後面拿那個鈴。 不到兩分鐘。 她就叮叮叮鈴了。 搖了。 但是這個執事呢,她就將那個鈴在後面。 美國吵到氣的時候,以後我不來這裡了。 那這個傳道人就說,以後就不去這裡了。 我要去以前,我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 我去之前就聽到這個消息。 聚會前,他們還沒來,我就找那個搖鈴。 我就放在我的獎台前面。 開始禱告的時候。 開始禱告的時候。 都被宣布,不管任何人,大家要用心禱告。 無論誰都要用心禱告。 小弟負責搖鈴。 小弟負責搖鈴。 所以她不敢動,也是認真禱告。 所以她就不敢動了,就認真禱告。 結果那天晚上好幾個得聖靈。 結果那天晚上好幾個就得到聖靈。 真的又成功禱告15分鐘。 成功了禱告15分鐘。 又成功,成功了。 那個靈沒有被她找到。 她一搖兩分鐘就搖了。 因為成功了,她找不到那個靈去搖。 從那個時候她就認真禱告。 那時候她就認真禱告。 難怪那個教會十多年沒有人得聖靈。 一兩分鐘。 難怪那個教會就沒有人得聖靈。 從那個時候她也重視禱告。 那時候開始她就重視禱告。 1966年我現在又經過夏宇宇教會幫忙了。 我看到她也很認真。 這次我去到夏威夷教會,我看到她就很認真幫忙。 真的要學。 真的要學。 你在台上面人要禱告,你自己不禱告,你破功。 你在台上面人要禱告,自己也不禱告,那你就破功了。 你勸勉人要禱告,你自己不努力。 一神不同工。 那就是神不同工。 你看那個以色拉先知。 看那個以色拉先知。 她個人有自己的很好的禱告生活。 她個人有很好的禱告生活。 那個不是做給人家看的。 這些不是做給人家看的。 這裡特別講她在亞哈瓦河旁邊,一個人躲到河邊去禱告。 這裡特別講到她在亞哈瓦河邊,一個人在這裡禱告。 有些人禱告,心態不太正。 有些人禱告的心態就不太好。 因為為了要給人家知道我很會禱告。 沒有人看的時候聲音很小。 聽到有人來就聲音很大。 用寒的。 你的心這個神都知道。 或者想讓人知道我在這裡禱告, 沒有人來在世上的壓力很大。 不是這樣禱告的。 如果這樣禱告的話。 你就算做了,也不會跟人家說, 我剛才禱告很久。 我要常常禱告很久。 不要這樣講的。 你已經炫耀你自己了。 你可以這樣講。 你看那個聖經,主耶穌跟他的門徒。 主耶穌既是禱告,到山上初一禱告。 他不會跟人家講, 我昨天一個晚上沒有睡,一直禱告。 不講的。 可以看主耶穌,他自己去山上禱告, 就沒有跟人講話。 我昨天晚上禱告沒有跟人講話。 你願意就要對神同工求暗中查看的父, 來隨聽嘛。 所以你不要在人面前去先要。 所以你討告你不需要講, 就是神暗中查看的心。 不然你有那種心態不正, 你的禱告就缺乏力量。 如果你的討告心態不正確的話, 那你就沒有這個力量了。 我們傳到很多人都很會禱告。 我們傳到很多人都很會禱告。 要求神是能力恩師的。 但我們就不會周圍跟人講話。 我每日禱告幾個小時。 因為我們禱告就是很有能力和恩賜的。 所以重視禱告的生活很重要。 所以重視禱告的生活很重要。 我們再來看第三點。 我們再來看第三點。 蒙神同工的這個特色。 蒙神同工的一個特色。 請看第九章。 第九章。 我們來看第五節一直到第十五節。 第九章第五節到第十五節。 第九章的五節到十五節。 第九章第五節到十五節。 我們從這裡可以發現一個 以色拉祂禱告的內容。 我們可以發現以色拉祂祷告的內容。 在第五節這裡講獻晚祭。 一般都會說是一種晚祭。 晚祭的意思。 這裡講的獻晚祭就是晚祭會的意思。 他心裡非常的傷痛。 他在神的面前舉手禱告。 他在神的面前舉手禱告。 那禱告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禱告的內容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看到了十一節的時候。 去到第十一節的時候。 這裡我們看到先知以色拉非常清楚。 要怎麼樣帶領這個百姓的工作。 提到以色拉祂很清楚怎樣去帶領百姓的工作。 他知道因為百姓在迦南地, 因為百姓在迦南地迦迦神認許之地。 百姓也學了各國之民迦迦的事、可證的事。 也百姓也做了很多污糟可爭的事情。 全地,甚至本來神應許的迦南地都佔滿了污衛。 所以十五節他這樣說。 在你公義的作為之下。 在你公義的作為之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惡。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惡。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所以每一個人可以站在你面前。 那他祷告的內容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他承擔了百姓的罪惡。 他承擔了百姓的罪惡。 甚至為百姓的污惠、信仰上的軟弱來禱告神。 甚至為百姓的污惠和信仰上的罪惡。 所以這是一個領導者非常要有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個禱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要有一種承擔的這種責任和為百姓代求的這種精神。 有這個承擔的責任和為百姓代求的精神。 教會是一體。 教會是一體。 教會的不足、軟弱,大家要一起承擔。 教會的軟弱,大家要一起承擔。 一起來關心、一起來付出。 一起來關心、一起來付出。 讓教會能夠成長、發展。 讓教會能夠成長、發展。 看到弟兄姐妹有軟弱、有傷痛的。 看到教會的弟兄姊妹有軟弱、有傷痛的。 這個時候不是在批評、責任或者是責罵。 這個時候不是要批評或者來責罵。 而是要共同承擔軟弱。 要共同承擔這個軟弱。 陪他一起走過。 陪他一起走這段路。 得到神的幫助。 得到神的幫助。 這個很重要。 神不會安排那個自私自利的人當領導者。 神不會安排那個自私自利的人當領導者。 因為他沒有那份承擔的責任性。 也沒有為他們代仇的一種精神。 也沒有為他們承擔的精神。 代仇就是代仇。 代仇就是代仇。 代仇的精神。 英文是intersection。 代仇是代仇。 代仇這個字。 所以我們看到神全的仇人都有這種精神。 摩西上西來山領受這個法辦的時候。 後來神說這些百姓在底下又拜偶像了。 摩西先為這些百姓代仇,求主赦免。 摩西先為百姓代仇,求主赦免他們。 不然的話,那一次要被神侵華的人更多。 他從西來山上下來,他還是有責備不對的人。 他從西蘭山上下來,都責備過百姓。 但是在責備之前,他已經先向神來代仇,求主赦免。 但是在責備之前,他已經向神代仇,射免這些百姓。 第四點。 為什麼他能夠盟主的恩典同功呢? 為什麼他會盟主的恩典同功呢? 第九章的十二節。 看九章的十二節。 十二節這裡說,不要把自己的兒女嫁娶外邦。 這裡說,不要將你的兒女嫁給外邦。 這樣的話,神才會成為百姓永遠的產業。 這樣神才會成為百姓永遠的產業。 這樣你們的後代才會平安。 用你的後代才能夠平安。 在第十章的一節到四節也有這麼談到。 十章的一節朝第十節也都這樣講到。 以斯拉要眾百姓認罪。 以斯拉要眾百姓認罪。 因為以斯拉百姓在迦南地,這個不守神的律法,專利敬拜神。 以斯拉在他不守神的律法。 以斯拉看到這個百姓。 以斯拉看到這個百姓,他們不守神的律法。 敬拜偶像。 甚至跟當地的外族人通婚。 甚至跟當地的外族人通婚。 所以他這裡告訴他們,你們要是認罪、痛苦、悔改。 所以他就跟百姓說要認罪悔改。 要扶在神的店門前。 要扶在神的店門前。 這是一個嚴肅會。 嚴肅會。 這個在以斯拉的這個崇拜神的生活動作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這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而這個時候的嚴肅會要認罪、悔改。 就是有關婚姻方面的問題。 嚴肅會要認罪、悔改。 就是有關於婚姻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裡,他非常重視 宗教家庭婚姻的生活。 所以他非常重視這個宗教家庭生活的。 教會的宗教教育就是要培養正常、健康的後代。 教會的宗教教育就是培養正常的後代。 健康的後代。 將來才能夠接這個教會的接棒人。 好了,這樣才能夠成為後來的接棒人。 所以家庭的婚姻生活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生活。 給他們一個正常的環境長大。 給他們一個正常的環境長大。 再來就是,也能夠接受良好的宗教教育。 接著就要接受良好的宗教教育。 家庭健全才能夠有教會大家庭的健康的發展。 家庭健全才能夠有教會大家庭的成長。 所以以色拉先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以色拉先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以上所談的,他為什麽蒙神的恩手幫助。 以上所談的,為什麽蒙神恩手的幫助。 就是那四點。 就是那四點。 他具備了這樣的特色。 他具備了這個特色。 所以他能夠影響眾百姓,也朝這個方向來走。 所以他能夠影響眾百姓,朝於這個方向來走。 所以神就跟他同在。 神就與他同在。 我們今天不是照著人的傳統史俗或經驗來講得救的事。 而是照著聖經神的吩咐他仆人先知的宣告來去學習的。 而是照著聖經的吩咐和進行的。 這次經過了夏威夷教會。 這次經過了夏威夷教會。 在唐湘山有教會,110個人信徒。 在唐湘山有120個信徒。 另外在貿易島有30幾個信徒。 在貿易島有30幾個信徒。 再來就是在卡威夷島有15個信徒。 在夏威夷島也有15個信徒。 這個距離都要坐飛機的。 距離是要坐飛機的。 夏威夷島就是七個大島。 這三個地方我發現他們的祷告生活相當好。 而這三個地方我發現他的祷告生活非常之好。 一次跪下來跪半小時很平常。 每次跪下祷告跪半小時很平常。 所以教會比較健康成長。 所以教會比較健康成長。 跟我六年前去的時候感覺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感謝主。 那個卡威夷島我們聚會的地方那個家庭很大。 這個卡威夷島我們聚會的地方很大。 那個主人就是在兩個大的花園農場的總經理。 那個主人就是兩個花園農場的總經理。 這樣講大概大家不知道。 這樣講大家可能不是這麼清楚。 那個豬萊紀公園那個電影片看過嗎? 那個豬萊紀公園大家的圖片看過。 看過嗎? 就是演古早時代的恐龍什麼那個。 就是演古時代的恐龍。 就在他們的花園農場裡面演的。 就是在這個花園的農場裡面做的。 所以很漂亮的。 他用車子帶我全部走完。 走完開車也是要將近兩個小時。 以後有機會去夏威夷島走一走。 如果有機會去夏威夷島就去夏威夷島走一走。 那個地方可以看看。 真的很漂亮。 那個地方很漂亮。 去看一下。 這個弟兄當總經理。 這個弟兄就做總經理。 他指明要他的太太做他的執行秘書。 他指明大大要做這個秘書。 執行秘書。 因為秘書很多個。 執行秘書坐在總經理旁邊是大大大。 他就是坐在總經理旁邊的秘書。 我說那麼好的事情都被你們這對夫妻賺到。 這麼好的事情都被你這對夫妻做了。 他底下很多的博士都是經理。 地下的博士都是經理。 他們在研究一些職務能夠抗矮。 所以他裡面很多特殊的職務。 那是一個大公司。 一個大公司。 單單研究部門就二十幾個博士。 研究的那個部門。 其他部門很多人。 其他部門很多人。 我說員工多少? 他說一百多個人。 員工大概有百多人。 而且都相當有學歷。 都很有學歷。 感謝祝他很愛祝。 感謝祝他很愛祝。 是六年前去的時候他才得到聖靈。 是六年前我去的時候他得到聖靈。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你的生活有主的同在。 我們看到你的生活有主的同在。 你到哪裡主的恩手都必幫助你。 對哪裡有神的恩手就必幫助你。 最怕你不太認真。 最怕你不太認真。 不太用心來敬拜神。 不太用心來敬拜神。 也不用心把時間、生命、智慧能力健康奉獻給神。 所以要用心。 神給你的。 你擁有的都是神給你的。 聰明的人就是也懂得把這些再給主耶穌用。 聰明的人就將這些給主耶穌用。 願神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來唱詩。 一百、唱詩二十。 唱詩一百九十二十。 唱詩一百九十二十。 唱詩一百五十二十。 語彈首歌曲十五十七十。 足 classic授喚。